这些素的 捲心菜啊 胡萝卜啊 西芹啊 这些素的 知道了 煮出来的汤一定好喝 你爸爸最爱喝了 妈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叫我做菜吧 是啊 要是早点就好了 你这么聪明 现在也不晚 不行了 我明天就要去大满的老家了 就是说呀 干吗走得这么急啊 因为什么事情 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我不想白白浪费时间 我要向妈妈学习 要是可能的话 真想陪你一起去 为什么 不放心呢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出远门 妈妈怎么能放心呢 跟你说啊 如果结了婚 不习惯那儿的话 就和大满回北京来住 把她妈妈也接来 妈 还不知道大满愿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放心吧 一定愿意的 妈 那个 你先别跟姥姥他们说啊 我不想让他们替我担心 我知道 大满在自己面前很可笑很笨很胆小 但是在工作中却精明能干 这是为什么 在真正爱的人面前 人是会变傻的 小月决定 自己也要为她变傻一次 面子不重要 结果也不重要 心 最重要 一会儿小月走的时候 心情肯定很难受 咱们得控制情绪 尤其是你 你看 妈 你别哭啊 来 爸 你也别哭 妈 我走了 夏天决心了 是 夏天决心了 拜拜 妈 我还是很担心 担心什么呀 你什么啊 万一大满要是 不想让我跟他一块活 就怎么办呀 你不会的 大满很喜欢你 而且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 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妈 其实好好想想 我还真是像您啊 一旦决定的话 就会坚持到底 是的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嘛 爸 以前我一直很任性 其实 我还是很爱您的 当然 对不起 干吗呀 你们 好了 我们去送您 你们别 别送我 我不希望这种 这种感觉 还是让我一个人离开吧 好 晓月 妈 路上小心啊 妈 你别哭嘛 妈 妈 好 弟弟 我又生不起啊 你这个弟弟就好 你姐姐也很好 好 注意安全啊 爸爸 爸爸都有气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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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骗我 不说了 不说了 爸爸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爸 那我走了嘛 爸爸 妈妈再见 妈再见 放心啊 谢谢啊 拜拜 再见 小月 不要 小月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回家呀 你说什么 别什么了 我都累死了 我想好了 爱情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所以呢 就想跟你一起回家 你不会拒绝我吧 小月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当然是真的了 小月 我爱死你了 干吗呢 做贼呢 你吓死我了 人吓人 吓死人 你还吓着我了呢 接着睡吧 都睡了 不睡了 做饭 我做饭 你睡着 你睡着 谁呀 这么早就敲门 还能有谁呀 老不死的康泰 您这是 我是一个指编主任 这是设计组的 您看这个 我是我名片 我们系列叫 姑情的结局 您这房子我特别喜欢 能不能 用您这房子拍电戏 用这房子拍戏 对呀 那天来的跟你说都是大明星 你知道吗 您的家里人 小孩他们都随便随便喝饮 都是两熟的 不况且我们还有接一些费 那 那倒不要紧 姑情的结局 这可好事 好事 您同意啊大爷 不拍吗 不不 我还得跟我们家长 商量商量商量 商量啊 那我 我在这儿等您啊大爷 几点出发 行 好 我一会儿改装去啊 来了 您是 您是 我叫王文文 是贾晨的同事 你是杨璐吧 请进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 你比我想象当中更漂亮 可惜不年轻了 听说你跟贾晨要离婚是吧 什么时候把手续啊 这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和工作没关系 但和我有关系 你什么意思啊 要真离 就快刀斩乱麻呀 速战速决 为什么 你撤干净了我好伤啊 要不然显得我多不道德啊 我又不想当小三儿 我又不想当小三儿 哎 你们听好像车来了 嗯 设置组的 是吗 嗯 快快过来快收 轻点把东西啊 慢点慢点啊慢点啊 慢点快过来 不要弄坏了啊 你这干嘛呢 主任 老先生 老先生 都来了 不要弄坏了啊 不要弄坏了啊 这么多人啊 是啊 不要多人啊 先让同志们 先喝点水吧 真不客气 我们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带水啊 自己带水啊 妈 妈 看书 露露 你怎么来了 我这组里演员 昨天主任说联系外景 没想到他咱们家来了 那就快进吧 好好好 快进吧 妈 妈 你身体好点没啊 凑我活吧 来 进进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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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们主任进去 来来来来 谢谢啊 不用不用 来来来 大家准备了啊 赶紧把这个搬过去 走快快走 走快走 来来来 走起来 很容易 煮熟的鸭子都弄飞了 怎么回事啊 你们先进给我说说 在座的所有的人 把手机都关了 爸爸昨天说了 今天不会迟到的 你想啊 爸爸在新公司上班 开始啊一定会很忙 咱们得理解他 对吧 喂 喂 快让我跟爸爸说话 不是爸爸 小方 晚上咱们一会儿吃顿饭吧 我去幼儿园接你 我 我今天不行 我有点事 是为了小眼吗 是啊 贾成还没来接孩子 那我给他打电话 催他一下 不要 那个 贾成工作忙 过不来 作为朋友 咱们得理解他 你就别打电话打扰他了 那你怎么办啊 你就这么一直陪着小眼啊 那有什么办法 而且 而且 跟小眼在一块挺开心的 我 我们现在工作 在日本市场上 但我们在欧洲 在欧洲 在欧洲 现在我们等待 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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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觉得 我们一定不能轻易放弃日本市场 日本市场 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海岐 哎 送我回家吧 今天没开车 行啊 不过我得去幼儿园借我儿子 你为什么不坐王总的车 饶了我吧 他在气头上呢 我现在坐他的车 他肯定唠叨个没完 再说开几个小时就会了 我头都比球大了 喂 贾成 我在送小远回家的路上呢 没事 马上到家了 是爸爸电话吗 对啊 等着 喂 爸爸 你说话无论话 你昨天刚答应我今天不知道的 我说句后果很严重 原许邱老师 把小远送回家了 你前妻找你了吗 什么前妻 今天离婚明天就是前妻了 喂 这个林月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我搞得一点隐私都没了什么 离职啊离婚你全知道 嗯 好 那公平起见 我也自报几个隐私给你 我谈过三四恋爱 被甩一次 对方嫌我太强势 甩了别人两次 一次呢是这个人太爱吃醋 他嫌我有蓝颜知己 还有意思呢 是我 嫌他没有工作能力 思想也不够成熟 这你还喜欢成熟啊 还强势呢 嗯 还得周正 行行行 我试着帮你找找吧 不过很困难 不难 你就打标 这岁数大不等于成熟 我要真成熟到我能混成现在这样吗 岁数小也不一定不成熟 你看我不成熟吗 我也很成熟 我不成熟 正好互补了呀 我昨天就找杨璐了 你找杨璐 为什么 没想到他嘴巴还挺严的 我以为我前脚走 他后脚就找你去了 小月说他要跟你离婚 我去催催他 让他从速 站着车我也不停车 那不耽误别人停车吗 不是 你不要介入我的婚姻生活 行不行 我喜欢你 他就跟我有关系 你不下车 我凭什么下车 我去找小月 我又没找你 行 那你来看 我下车行吗 算你不成熟 好吧 停 过来 转场 抓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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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车 让车 痛快了啊 来 给我点车 让车 杨姐 转咖啡厅了 赶紧啊 谢谢 我们这边戏拍完了 那好 那我跟他们车先走了 别的呀 你马上就开饭了 你吃完吧那个 快走 不吃了 爸 小远怎么还没回来啊 平常这会儿这孩子早回来了 今儿怎么了 要不你打电话问问 行 我知道 那我先走了啊 爸 爸 爸 让我把小远给撕了 小远回来了 邱老师麻烦你啊 真谢谢你 我帮我送回来 剧组进我们家拍戏呢 你看看去 去吧 崔老师 妈妈 儿子 杨禄姐 没想到你们在家里拍戏 是啊 贾成呢 他公司今天有一个会 所以我就把小远先送回来了 儿子 我不是有意掺和你们家务事儿 谁都有难处 贾成一般每天都按时接孩子 今天只是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我那天那么贸然地 去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可我的想法嘛 未必跟你的想法一样 是吧 小远 走了 这就来 妈妈 你能不走吗 不能啊 妈妈戏还没拍完呢 你看那么多叔叔阿姨 在等着妈妈是不是 小远 你是男子汉 男子汉就得理解大人 是不是 小远 你快点吧 来了 行了 儿子 等妈妈有空 今天去我那儿玩 好吗 来 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大家 老师到家 赛过亲妈 爸 妈 我过来了 小远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叔叔叔 妈妈 我看见妈妈了 是吧 有我呀 是是 昨天有一个姓朱的 说是一个设置组的制片主任 看上咱家房子了 要在这儿拍一天戏 我没想到杨龙就这个 等他一出现我都愣了 你愣是 是是 不是杨龙跟你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 就问是不是小远 每天都回来这么晚 有人来了 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 累坏啊 谢谢 您找谁啊 叔叔您好 我找贾成 请进 请进 佑哥 来来来 您怎么来了 来 请坐请坐请坐 走走走 快快快 我问姐姐是不是要带我 出去东方去教业呀 对啊 好 我 闻闻 您就是介绍贾成 去跨国公司的王小姐 哎呀 现在不叫小姐了 人家都称女士她 没关系呢 你叫我们就行 哎呀 现在这个精英啊 都成年情话发展哪 谢谢啊 喝点水 我们老喽 对了 还没介绍呢 那个啊 王经理 这是小远的班主任 邱芳老师 邱芳 这是王经理 在家就别叫王经理了 叫文文 我常提小眼说起你 真是年轻有为 哪里 带孩子这事 还得向邱老师多学习 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 生孩子比做公司容易多了 年初领证 年底初产品 既合法亦合理 是吧 贾成 你来了 那我也可以走了 邱老师再坐会儿吧 好 阿姨 我改天再来拜访 好 好 好 小哥 我送送你 对 贾成你送过邱老师 贾成你带我丢了小哥品牌 对对对 你们大伙都上楼上去 听那个小远弹钢琴 别忘了叫上黎月啊 我给你们大伙 切点水果送上去 去吧去吧去吧 下楼去医院去啊 好 好 那个王经理 真是年轻有为啊 对你也很不错 嗨 她还年轻有为呢 在我看来呀 她就是个小屁孩 她是小爷的闺蜜 是吗 你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我能误会什么呀 那边 那边 蓝姐 嗯 导演说你今天状态不太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 要不您跟导演说说吧 接着这场戏别拍了 明儿再拍吧 恐怕不行 这个戏明天进不来了 要不您调整一下状态 再来一条 行吧 随便吧 好 小远没告诉过你啊 她去山西了 她真去了 我以为她只是说说 一句玩笑话呀 真没想到 为了周大满 这种苦她都能吃 爱情不都是这样吗 虽然我们家的人啊 一万个不放心 但是呢 也都支持她 姐姐 我要拉屎 小远 再搭骨架吧 我不 我不 我憋不住 那我算了 下次吧 行 行 我带你去 麻烦你啊 怎么了 我问姐姐 我拉裤子上了 你给我拿掉赶紧的裤子 怎么搞的 能拉裤子上 走 我问姐姐 进来给我穿吧 你光屁股出来穿吧 爸爸说那样会感冒 不文明 我问你 文文姐姐 你写我拉得臭啊 还是妈妈和邱老师对我好 不嫌弃我 我都让你熏死了 还那么多废话 走吧 乖 哎呀 好沉啊 你打电话给我啊 是我打的 拍这戏呢 什么事啊 嗨 也没什么事啊 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把手续办了吧 我也好给你腾地啊 不是 你不会认为 我真跟他有什么罢 有没有的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呢 真无聊 我说的是真心话 赶紧出时间 把手续办了 行了 自己玩吧 我跟你说了 我挂了 喂 我这是走哪儿来了 你刚才忘了走走来吧 你看我这事办的 小语 今天中午做个梦 她哭着一直喊她妈妈 这孩子 特别想她妈妈 我想 没有哪个女人 能取代她妈妈在她心里的位置 像你跟我说过 她希望 我不要跟她妈妈离婚 希望我保证 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你说 那大人的事里有事 没法跟小孩说 就算我向她保证又怎么样了 那结果 结果我办不到 怎么办 你看她那么想她妈 不如你就让她去她妈那 住两天 你缓解一下她的思念之情吗 可是我不让小语去洋路 这不过洋路真是工作太好了 让她根本就照顾不了小语 不怕小语饿肚子 万一再走丢一次怎么办 不过你的意见 我肯定会考虑 你这么急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你明天就去找贾春 让她赶紧跟我离婚 又怎么了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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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火急火燎半夜把我叫过来 肯定有事 快说 你说得还真是对 贾春真有女人缘 现在一个女人给她看孩子 还有一个女人跑到我这儿来 让我赶紧离婚给她让位 对 我当什么事呢 就这事啊 看来这些女人已经开始竞争上岗了 所以啊 那我赶紧下岗 谁上谁下 得贾春所有录取啊 你问过她了吗 我还问她 我问我自己 我问心无愧 行了 行了 我明天去帮你问问她 看看她对这两个女的呢 是逢场作戏还是真的心动了 然后我再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行不行 大小姐 她爱逢场作戏 她臭不要脸 这个呀 太自以为是了 她恐怕都没想到啊 至于咱们贾春的女孩 她是前途后劲 你说这是不是邱老师 还有王经理 多了 你们说这老师和经理哪好 演员好 那是咱孙子的亲妈呀 亲妈又怎么了 又不是咱们贾春对不起她 是她自己把孩子扔架里 要往外跑的 这什么戏呀 这那些男演员拉拉扯扯 不清不楚呢 差点害着人家的左小冬左监牢 今天我看杨璐 跟人家邱老师说话有点怪怪的 就像针扎布 这针呢 是针针见眼儿 这布呢 是补生不响 他们以前是不是互相认识啊 那杨璐天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他们能不认识吗 对 本来脑子就不好使 还想玩智商 哎呦 愁死谁了 我是说他们俩人气一场不对 他们是不是互相吃醋啊 你你你你 你吃苹果 来来来 你你少来这套 你少拿着破苹果堵我的嘴 我跟你说啊 打劲以后 你不许把我当外人 你必须不论何时何地 或者贫穷与疾病 都必须把我当成刺激人 小冬 你说我这要求合理吗 哎呦 哎呦 那肠子疼 肠子疼 哎呦 这说 急急不得了 我上楼看我孙子歇了啊 我也得看孙子歇了 你你你 来来来 你扶着点直肠走啊 董阳 生日快乐 修宝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生日呢 哎 吃蛋糕了没有 当然没有 一个人在外面 我估计除了我妈以外 没有人知道我生日 你看你看你 怎么说得那么凄凉啊 我不是你的朋友吗 咱们下面就要吃蛋糕切蛋糕 然后再吹腊 哎呀 今天晚上我太快乐了 怎么了 因为就我一个人跟你过生日 行 那咱们上去吧 好 怎么了 叫的什么 把你奶奶吓得 差点把苹果扔地去 没事 来来来 王小姐坐坐坐坐 坐坐坐 过来 拿着拿着 不要在意啊 她就爱一惊一乍的 没有 是刚才吓着你们了 不 岁数大了 毛病动 王小姐 还没有男朋友吧 没有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啊 伯母 你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 就是说 嫁人要嫁 带得出去 又领得回来的男人 这什么意思 带得出去啊 就是说 外表 能力 气质和谈吐都不错 我带出去有面子 领得回来呢 就是说她专一 没有外遇 外面再大的诱惑 她都是找家门朝哪开 这个总结得好 有水平 也不是什么水平了 就是随便说说的 可是这样的男人 真的很难找 是 这样的男人是少了 不过我觉得 我们家贾成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咱们这是英雄所见猎童啊 英雄有时候也不靠谱 什么英雄不靠谱 草莽英雄 小孩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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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你不是去找林月去了吗 小月去山西结婚了 什么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 是 你们都不知道啊 怎么回事啊 我也是刚知道 小月她妈跟我说的 这个假书 小月姓林 和咱们家没关系是吧 真是 不行 我得问问她 没吧 真是假书怎么这样 等等 我今天不想回去了 什么 这么晚了你都累了 开车我不放心 不是 你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呢 你说说你 你去找杨鲁干吗 我本来没什么事 结果搞到还以为 我在外面张话惹草呢 那是她素质低 难不成她提出离婚 说你还得为她苦手寒腰十八年 完了给你立个针接牌坊 不是 你要我顺你什么好呢 直出胸怀 小屁孩一个 你这样子好像我爷爷 你就当我是你爷爷吧 好 爷爷 我喜欢的爷爷 爷爷 你喜欢我吗 不喜欢 可是我喜欢你怎么办 你要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让我到你们家公司 我明天就不干了 你信不信 不干了 辞职 丑话跟你说前头啊 辞职就是毁约 毁约就得承担责任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公司是公司 个人是个人 你成熟一点好吗 行行 我不成熟行了吧 我就是喜欢你这点不成熟 可是我不喜欢的 你不喜欢什么 你是不喜欢你的不成熟 还是我的太成熟 你还太成熟 你简直 你打住了 再说就升级了 跟我太爷爷似的 这么说吧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你不可以离开公司 不是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走不走 你要不走我就进屋去了 回 回 回 可是我不想坐这回去 我们走回去 我求求你了别闹了行吗 走吧 回去 这点你就像我爸爸了 我平时就这么气他 完了他都得哄我 行 我哄着你 走走走走 要是王文文 不把晓月要到山西结婚的事 告诉我们 你们就不打算说了是吧 怎么可能呢 我还以为假叔跟你们说了 妈 本来是像明天早上告诉你的 因为 晓月今天走了 我心里很难过 妈 闺女要出嫁 妈的心情你能理解吧 她走得那么远 以后不会常回来了 我真是又替她担心 又替她高兴 我当年结婚的时候 你不也是这种心情吗 是 是 我理解 就像美美吧 虽然她的婚事我答应了 可是这心里头啊 总觉得堵得好 我就担心哪 左晓冬一把年纪了 每每嫁过去 会围着她的病床转 担心美美吧 会说话太早 担心美美吧 到了老的时候 身边连个伴都没有 天下的妈妈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说咱俩这蜜月 到底是去冀州的好 还是去马尔代夫好的 我听你的 那我觉得北海道 我连夏威夷都不错 我想看大海 我超级想看大海 可是我拿不定主意啊 你说呢 我听你的 天涯海角任你飞 但是 利比亚和日本就别去了 一个到地震 一个到战争 那你就不能拿一回主意吗 你的主意不就是我的主意吗 那我要说在家待着呢 那咱就一起待着 行行行 我扶了诱 好吧 你赶紧回家待着去 明天咱俩还有得累 还 包 走了 慢点 买买 你回来了 走 我这一天跑旅行社累得我 正好啊 老师 您帮我看看 我到底上哪儿都迷运呀 冀州的我马尔代夫 我觉得哪儿都不错 正犹豫呢 那我看都挺不错的 是吧 都挺漂亮啊 老师 您赶紧找一老伴啊 到时候不就有人陪您一块去了吗 我 找老伴 我找了老伴 一个人陪着 我不找老伴 两个人陪着 你爸跟你妈呀 行啊 康叔真会算账 要是我妈这辈子也真幸福 享有双份爱 那不对 你爸爸爱你妈 那是以自我为目的 你康叔叔 是以奉献为目的 行 来 先来 我回去了啊 好嘞 慢走啊您 好嘞 好嘞 这婚前检查我不好问哪 来了 没睡呢 他才给谁打电话呢 给你们二女婿 谁没女婿啊 还没结婚呢 结了婚不就是二女婿吗 妈 您这眼睛怎么了 刚刚在你大姐那儿坐了会儿 是小月呢 到山西找大妈去了 一结婚呢 一个一个都走了 咱这小楼是越来越空了 你们是不是怕我结了婚也搬出去住 可是爸您看 我妈现在连女婿都不爱听呢 我妈现在连女婿都不爱听呢 我们歇了婚怎么在这儿住了 你妈就那么一说 你们的婚事张罗得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们帮忙啊 不用 大浪办事 就因为她办事 我们才不放心呢 我说你们还是把婚俭先做了 要详详细细地做 一向都不能老了 毕竟她年龄大了 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呢 早发现 早就打算 您是不是盼着她出点什么问题啊 我 妈 我可跟您说啊 我跟她可是跟定了 就算她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能一脚板上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呀 你们俩结婚以后 还打算要孩子吗 怎么个意思 您的儿孙满堂了 不让我生孩子 不是 你这孩子怎么枪孩子 我这不是 别别别别吵 别吵 我去 你看 我们就是担心 你们这么大岁数 特别这个左小冬 不光岁数大 还尿酸之高 万一生孩子你 爸 您别咒我 这还真不是咒你 你说这孩子生出来 一睁眼睛 看这俩老头 他都分不清楚 谁是爷爷 谁是爹 分不清就分不清 什么爹呀 爷爷呀 就是个符号 合着我们俩就是符号 我 我跟您说不清楚了 我烦死了 行了 我结婚以后出去单住 我可不这意思啊 我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晚安 妹妹 不是 我分 我得给你 妹妹 人家说晚安没听见呢 不是 辛辛苦苦养了一辈子 老了 老了 成俩符号 真是 刚才晓月来电话了 说已经到了 是吗 来 这可是真走了 是啊 真是有点舍不得 是啊 不愧也挺好 晓月能得到幸福 今后啊 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 是她自己决定的 肯定会很好 今后咱们就勤心协力 为孩子们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吧 我会的 肯定是解答的 你接吧 快接吧 接吧 喂 晓月 好孩子 我们啊 在吃早饭呢 好啊 好的好的 好好好 你路上小心啊 好的 再见啊 宝贝 好 晓月说 大满妈妈希望她们的婚礼 在北京举行 毕竟我们前妻做了那么多工作了 要不就浪费了 她还说明天晚上就回来 具体的事情回来再商量 对 回来商量 怎么样 怎么样 她在那边 适应吗 大满和她妈妈对她都很好 爸妈 这么高兴 跟你们商量个事呗 什么事啊 你们先答应吧 还没说怎么答应呢 那你提妈保证 别生气 先答应吧 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我呢 想请欧欧珊珊 来家里玩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就知道送好人 不过你不了解就没发现安全啊 谁又和这欧阳珊珊接触一下 才知道这个女孩合不合适 小叔 对吧 对啊 妈 就来家里玩一玩 人家在这儿也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的 妈